本集完 发了股市暴跌 美国反恐 为何会越反越恐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南亚中心副主任洪林 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 将会为您带来独家解读 检讨两岸政策 民进党中央无所作为 党内周生代 你抛出全新两岸宣言 那么这个新两岸宣言 会不会有实质转变 又会在民进党内 掀起怎样的波澜 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 将会为您带来深入分析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 四川庐山地震的相关消息 四川庐山七点零级地震 发生至今已经是第五天了 据中国地震局网站的消息 截至24号14点30分 地震共计造成了196人死亡 失踪21人 11470人受伤 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 灾区未发现重大的传染病疫情 救灾物资也是陆续运抵 震灾资金下波 四川派出了多个都岛组 确保连结救灾 阳光重建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今天上午举行了例行 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范立青表示 四川庐山420强烈地震发生之后 国务院台办迅速启动了应急机制 指导四川省台办及时了解 灾区台湾同胞 及台资企业的情况 做好救援工作 那么到目前为止 尚未接到台胞伤亡的报告 有一家当地的台资企业 因厂房设备受损停产 范立青也对 新系灾区的台湾各界人士表示感谢 地震发生后 广大台湾同胞感同身受 台湾当局领导人 台湾主要政党及社会各界 纷纷表达对灾区的关心 慰问和提供救灾援助的意愿 范立青表示 地震后台湾有关方面 及企业界 宗教界 演义界人士 踊跃捐款 大陆台资企业积极采取赈灾行动 全国台资企业联谊会 各地台资企业协会 和一批台资企业台商 纷纷捐款捐物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4月23号 实际到账及异项捐款 总计近2亿元人民币 另外一些大陆台资企业 向灾区捐赠了食品 饮用水 药品 水泥 帐篷 毛毯等 累计约价值1600万元人民币的 救灾物资 目前已有部分物资运抵灾区 那么据了解 台湾红十四组织评估组 今天已经在亚安灾区 协助处理灾情 而岛内各界依旧对于灾区的救援 以及后续的重建情况 十分的关切 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来连线 在台北演播室的 驻台新闻观察员叶清零 清零你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好的韩哲 今天台湾媒体 对于四川亚安地震的报道 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 那就是温暖 我们看联合报的地震专版 叫川镇第五天 标题是 驼物前进孤岛诞生 涌现希望 那么前面驼物 讲述的是双石镇石峰村 由于交通中断 村民是自发组织了 300多人的搬运队 硬是用尖挑被扛的方式 把40多顿的救灾物资 是驼进了自己的村庄 进行自救 那么诞生 就是这张照片 我们看到在灾区 临时搭建的帐篷医院里头 一名新生儿 咕咕坠地的故事 那么中国时报 今天的这个专版 叫做420川镇特别报道 有五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 也是新生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手术 来自太平镇重灾区的 一位孕妇 冉小丽 是在成都军区总医院 顺利产下了一名男婴 另外还有非常大的版面报道了 这个母亲受伤之后 孩子饥饿 900多位妈妈是接力的 给婴儿喂奶 还有一个关键词 叫做动容 一位来自乌鲁木齐的 这个残疾乞丐 走进一个捐款点 把自己两年 两个月的所得 1003块人民币是 捐给灾区民众 感动现场的所有人 这张照片叫做美丽 在汶川地震中失去双腿的 这位美丽的舞蹈教师 叫做廖志 他是第一时间来到了 雅安灾区 给当地的民众 去送衣服 送粮食 并且帮助灾区民众 一起来搭帐篷 被称为是最美丽的志愿者 同时他也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坚强 另外还有一个词 叫团圆 我们看到在灾区的一个现场 一群庐山的受灾民众 坚持在自己残破的家园当中 摆起桌椅 一家人吃上了简单 却温馨的一餐 还有一个词 叫感谢 我们看到灾区的一些孩子们 在路旁举起了谢谢 辛苦了 这样的牌子 向救援队跟志愿者 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这些图片 不需要再看详细的文字 简单的几个关键词 就涌现出满满的温暖和感动 我们先把时间交换到 福德连博士 谈者 好的 谢谢台北摩世带来的观察和报道 我们稍后再做请教 接下来带大家来关注国际方面 据美国媒体报道 作为世界最大通讯社之一的 美联社官方推特账户 4月23号遭到黑客入侵 并且发布白宫发生爆炸 奥巴马受伤的假消息 此举随即引发了 华尔街金融市场的混乱 股市暴定又迅速反弹 那么有评论就指出 这种新闻袭击的效果不亚于恐怖袭击 我们一起来关注报道 23号下午 美联社官方推特发出突发新闻 称白宫发生两次爆炸 巴拉克奥巴马受伤 此消息的发布距离波士顿爆炸案件过去8天 因此立即在心有余悸的美国人中引发恐慌 在这个推文一出现 道琼在一点多钟 一下子就超跌了150点 随后 拥有近200万粉丝的美联社迅速关闭了推特账户 同时宣布自己的账户遭到黑客攻击 并澄清所谓白宫遭攻击的推文是假的 发现上述消息为假之后 美国股市在短时间内迅速反弹收复失地 并恢复正常 目前尚不清楚幕后的真正黑手是谁 但一个名为叙利亚电子军的组织 当天在其官方推特上声称为此负责 我们也知道国际媒体在最近 常常会受到网络的攻击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想美国的司法当局 像今天的联调局 就是联邦调查局 已经立即的表示 他们正在做这个紧急的调查 看看会不会有进一步的细节 那么虽然呢 叙利亚方面表示 他们有激进组织 说是他们负责 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 目前仍然是在调查当中 另外在经历波士顿爆炸案 一周的阴霾之后 爆炸案嫌犯之一的焦哈尔 22号已经开口说话 而经过初步的调查 爆炸案的相关证据正浮出水面 在这一次波士顿的爆炸案之后呢 两个胸前当中的一个呢 已经不幸死亡 但是另外一位呢 虽然是受了重伤 但是已经可以接受 美国司法当局的 这个口头询问 那么在目前为止呢 他已经承认 他跟他的哥哥 进行了这一次的爆炸 不过呢 目前呢 最重要的是 他把这个案子的主谋呢 推在他哥哥的身上 他不过是跟着他哥哥一起去做 但是以目前来看呢 他会被美国的联邦司法当局 以使用大规模的 杀伤武器的罪名起诉 如果这个罪名成立的话呢 他可能是面临武器徒刑跟死刑 那么目前呢 他还需要一个公社律师呢 来为他做辩护 震惊美国的波士顿爆炸案 刚过去一周 恐怖主义的幽灵 再次袭扰美国大陆 另据报道 加拿大警方22号下午 宣布挫败一起针对 客运列车的恐怖袭击阴谋 并逮捕两名犯罪嫌疑人 据称 这两名嫌疑人 接受了在伊朗的基地组织分子的指示 图谋袭击从加拿大多伦多 开往美国纽约的火车 回溯刚刚过去的一周 美国本土事件不断 4月17号 一枚机给奥巴马的 含有毕马毒素的毒信被截获 4月18号 德克萨斯州一家化飞厂 发生血腥爆炸 至少60人丧生 4月20号 发生在丹佛的枪击案 则造成两人受伤 好的各位 针对以上的话题 我们要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嘉宾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南亚中心副主任洪林 洪先生 我们看到有评论指出 这一次美联社推特遭黑客攻击之后 发布了白宫爆炸奥巴马受伤的假消息 其新闻袭击的效果呢 是不亚于恐怖袭击的 我们也想知道为什么 他的矛头是直接指向白宫的呢 那么之所以选择白宫作为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们知道白宫是美国的政治核心 那么总统办公的这样的一个地点 如果美国的白宫遭到了袭击 奥巴马总统受伤 事实上对美国的冲击效应 它丝毫不亚于911事件 我们在911事件之中 那么像纽约的双子塔 那么遭到了恐怖袭击 同时像五角大楼等等 如果说像这一次 真的是白宫遭到袭击 而且奥巴马总统本人受到了受伤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想想 那么这样的一个恐怖袭击策划之精密 包括打击之精准 那么对于美国民众来讲 尤其是涉及到国土安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 那么这个信息是大大动摇的 因此这一次 不管是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事实上都是对美国社会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恐慌 我觉得那么它也是掌握了 就是民众心理上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么您看美联社推特遭黑客袭击的假消息 一发布就立即引发了美国股市的强烈震荡 为什么这个消息散布之后 美国股市是最先受到波及的 这背后是否又另有阴谋 美国之前我们知道 发生了波士顿马拉松赛的这样的一个爆炸案 紧接着是麻省理工 那么这样的一个枪击案 那么紧接着在围谱的过程中 可以说对美国民众 就是关于国土安全造成了心理上很大的一个恐慌 已经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阴影 那么造成美国金融市场这样的一个波动 其实这也是恐怖主义效率的一种体见 我们知道像911事件以后 那么美国的这种股市 那么也出现了就是连续的在这种大幅的下跌 那么后来应该说在爱国情绪的这种支撑下 那么逐渐的那么才恢复过来 因此可以说那么对于金融市场那种攻击 那么历来也是恐怖分子 那么可能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手段 那么另外根据目前对波士顿爆炸案嫌犯的调查信息就有分析指出 本土恐怖毒狼崛起已经是成为了美国新的威胁 那么洪先生您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在美国本土那么一方面那么需要防范 像滴滴组织等就是境外的恐怖组织 对美国本土这样的一个袭击 同时美国还要加强内部的一个防范 就是说内部的一些人员 如果说受恐怖思想的这种影响 那么他如果发动袭击的话 其实那是更难防范的 而这一次像塔米尔兰和焦海尔两兄弟 那么策划这样的一个事件 其实就给美国提醒了提了站的一个醒 就是对于内部人员 包括他们这种嫌疑人员的这种监控 那么也不能够放松 包括那么一些内部问题的这种解决 实际上911事件以后 一些外来的移民 包括像一些宗教信徒 其实他是受到了一些冲击 受到了一些影响 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到现在为止 应该说也没有特别好的解决 包括美国在反恐上 他奉行双重标准 甚至发动了像以反恐为名义的这样的伊拉克战争 他事实上发动战争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而这样的一种情况 事实上是激化了美国和其他国家 包括一些当地民众这样的一个矛盾 而在美国本土 事实上像伊拉克战争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 也是使一部分美国人对政府这种政策 那么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包括强烈的反对的情绪 因此美国政府应该说从现在开始 他应该对自己过去的一些言行 那么进行一定的反思 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从根子上不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么类似像 他没有来叫哈尔兄弟 这样的一个方案的事情 可能未来还会有发生 是的 那么此外在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事件 是有增无减 世界安全形势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中国是否要对恐怖袭击也绷紧一根弦呢 的确 那么中国一直以来也是受到恐怖主义侵害 这种威胁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因为我们知道像东苏分子等等 那么也是不时的制造一些袭击事件 爆炸枪击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个事件 因此可以说 那么中国也是面临着一个反恐的严峻形势 那么这一点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的情况 非常的类似 但是我们知道在反恐这个问题上 事实上还存在双重标准 如果说这些人 那么对这些西方国家 那么有所利用 尤其是政治上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那么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不情愿把这些组织定义为 定行为恐怖组织或者是恐怖个人的 而这一点其实和其他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俄罗斯 中国等等 在反恐的问题上 那么事实上形成了这种矛盾冲突的一个地方 而这次发生的美国的这次恐怖袭击事件 我觉得对美国最大的一个启示在于 以往自己所奉行的一个双重的一个标准 确实是碰到了非常大的一个钉子 因为这次我们知道那么发动袭击的刚好是两名来自车臣的这样的一个分子 尽管这两个人已经加入了美国籍 现在这个情况还没有调查出来 但是至少让美国意识到 就是说俄罗斯中国等国进行那种反恐那种行动 和美国它不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美国那么像隔岸关火 甚至说暗中取消暗中支持的话 就是奉行双重标准的话 那么说不上 那么这样的一种恐怖之火 有可能某一天就会烧到美国本土去 恐怖主义是全球都面临的一个难题 那么任何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都应该采取合作的这种态度 就是通过情报的这个分享 信息这种交流来使反恐那种效能大大的增加 如果说奉行双重标准的话 那么它事实上是不利于 世界上所进行那种反恐的行动 因此我觉得这次的事件 对美国确实是敲响的一个警钟 那么自己以往在反恐问题上 所奉行那种双重的标准 是不是该画一个句号 好的 谢谢洪先生在北京演播室带来的观察和点评 好的 有关上述的话题 我们要再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秦琳 时间再次的交给你 好的 韩哲 今天我们在台北演播室邀请到的是资深的媒体人士 名论员唐江龙先生 江东兄你好 秦琳好 东南卫视观众大家好 像不管是美国波士顿的爆炸案 还是美国总统收到毒信 然后韩国防长收到的是恐吓信 法国驻利比利亚大使馆发生的是汽车爆炸的炸弹的爆炸 我们看到之前一旦有发生那种事件 都会有组织声称出来我为他负责 然后媒体一般或者是各个政府也会有所指 到底可能会是谁来做这个案子 但现在这已经好像是没有办法直接去指上谁 其实爆发出更加复杂的这种状态 确实比如说像波士顿的这个马拉松所发生的这个爆炸事件 当然国际社会都非常的注意 大家特别是美国第一时间总会觉得 你看欧巴马第一时间出来讲话 这就是一个恐怖主义的攻击性行动 那甚至于俨然的就是觉得说 好像锁定了某一个就是说国际恐怖的组织 但是其实事态一两天之后 你就发现就是说 美国的美国官方开始收口跟转向 它显然不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恐怖的攻击活动 因为它几乎没有 第一个它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杀伤力 老实说固然造成一些伤亡 大家当然是很同情 可是其实它的杀伤力 跟过去你所认知的这种汽车炸弹攻击 其实是不能向里面并论的 它的手法是很粗躁的 第二个就是说 没有一个恐怖组织 在第一时间跳出来宣称说 这个人是我干的 因为国际恐怖组织 国际恐怖主义活动 在定义上面跟行为模式上面 它就是要让他知道我为了某一个的政治目的 因此我采取了这个 你没有办法接受的攻击行动 那最近这些孤立的包括既毒性等等 以美国现在所曝露出来的讯息来看 没有任何证据 只向这之间有任何的串联关系 它看起来就是个别的孤立的事件 大家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这么密集 在这时候突然间就发生了呢 它就是媒体的聚焦效果 那么以目前美国的 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这个情况 它的这个反恐的战略是不是有需要调整的一个可能 这个问题其实在美国社会里面 它长时间都在讨论 那美国才是它过去 它从七年代之后 你看包括台湾的台独组织 都曾经是美国国务院列管的 一百多个国际恐怖团的团体之一 它那个恐怖团体的名单 它是不断的在三三改改的 单纯从技术面上去修正 我成立国土安全部 加强就是说这要出入境的管制 那些效果其实都不大 重点还是在于美国的国际形象 那种的强权的印象 它必须要慢慢的去调整 让它的形象变得更柔和 然后觉得更理智 我们现在都在谈这个国际反恐 因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势力 不是单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做到的 现在都一直到各个国家和地区联手 那么又有一些地方是有比较成功的经验的 就未来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这个方向 各国跟地区怎么更加更好的合作跟联手 整体来讲反恐是全球性的议题 因为各别国家 它都有可能成为 就是说国际恐怖组织所利用的一个跳板 像过去当美国承受 就是说这种的国际恐怖主义攻击压力最大的时候 台湾经常是美国在海外的一个重要的check in point 就是它认为就是说有很多中东的 或者说是这种其他的这些恐怖组织 他借着台湾当跳板进到美国 台湾在两个礼拜之前发生的这个 就是说高铁的这个炸弹 心理箱炸弹 这个过程当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 台湾的警方在一天之内 把嫌犯的身份给锁定 一天之内把嫌犯所有的把这个炸弹 以及他们的出入境的整个的一个动线的过程 全部用地图式的把它标出来 再来一天之内大陆发方面就跟着佩格就逮到了嫌犯 再隔一天人就就回来了 前后四天不到的时间 你就知道 所以这个两岸联手联动这个很好的一个范例 你就知道大家会说怎么会这么快 因为它里面包含了大家所在乎的恐怖攻击行为 都会非常的重视 而且会非常紧密的合作 是这也是可以对一些有恐怖袭击动机的人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恫吓 是 好谢谢向东兄分析 我们先把时间交换到复作理演博士 按照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 带您继续来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据台湾媒体报道 两会互设办事处已经是进入到正式的协商阶段 马英九强调功能比名字更重要 面对日益热络的两岸交流 民进党中央虽然是按兵不动 但是部分党内人士早就已经按捺不住了 打算在五月召开的民进党代表大会上 共同来抛出全新的两岸宣言 马上带您进入新的台湾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东南卫视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据台媒体报道 两岸两会互设办事处已经正式的进入了协商的阶段 台湾内部的立法沟通也已经展开了 马英九透露说 名称有可能是办事处或者是代表处 不可能合发签证 但是呢 那办理旅行政线却是有可能的 台行政机构会议上周通过大陆赴台设办事处草案 强调对等原则 台大陆事务主管部门副职负责人张显耀说 办事处规划经贸文化教育极难救助等功能 在两岸协商过程中 如有达成共识或进度会议公开透明的原则 向台立法机构和台湾民众报告 马英九表示 两会互设办事处功能比名字重要 不必明定机构人员的身份 只需说明机构人员具备一定的身份和保障 以及执行业务的功能 就是一个特殊的机构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在去年的台湾内部领导人选举败选之后呢 民进党内就涌现了要检讨两岸政策的声音 但是过去一年时间了 民进党中央却迟迟没有动作 现在呢就民进党内人士 想要酝酿串联民进党青壮派的明代 在下月召开的民进党党代会上 抛出新的两岸宣言 要为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改造 开出第一枪 目前在小银基金会中任职的 前民进党客家部主任杨长正 月前在某讨论会上表示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民进党的两岸困境 表面上看起来 民进党中央似乎都没有动作 但其实已有不少关心这项政策的终生代人士 希望针对两岸问题提出新的论述 大家的想法已有高度雷同 出席研讨会的民进党 所谓中国事务部主任洪才龙 也当场做出正面回应 表示时代到了 乐见终生代提出宣言 据台湾媒体报道 被视为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的 重要幕僚姚仁多直言说 现在民进党最大的困境 就是无法提出一个与久而共识 等价奇观的替代物 这样就无法说服台湾民众 相信民进党的能力 他更直言说 现在台独建国的观念 已经不是主流了 要说服台湾民众 相信可以独立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我是钱彦涵 现在台湾 好的各位 针对上述的话题 我们继续来连线台北演博士 清零 好的韩哲 就是上述问题 我们继续请教 资讯媒体人唐湘龙先生 湘龙先生 马上就说 目前两岸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是互设办事处 那么两岸互设办事处的功能 比名字要重要 就是一个特殊的机构 你怎么看待他这句话 当然里面有一些 很值得期待的部分 毕竟两岸 两岸正是有一个 经过彼此授权 然后在对方的城市 不管是北京台北 或者其他的城市当中设点的 代表对对方的官方机构 这样一个机构 当然是重要的 对两岸的政治交流的进程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程 可是它里面也包含了无奈的部分 马上就讲到就是说 功能比名字重要 它也在意味着就是说 两岸之间在政治突破当中 最困难的那种的 身身份认定的问题 齐哥号的部分 大家就不要太计较了 短时间之内 在设这个办事处的时候 看起来是没有办法 做什么根本的突破的 大家都还是有一些 基本的政治固计 有一个政治防线 是要守的 那大家多注意它的功能的部分 那再来呢 它提到的就是说 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机构 特殊的机构 也就是告诉你 就是说 它还是经过目前海基海协 这两个交流的白手套去进行 所以它其实在现有的 这种创造性的模糊的情况下面 寻求某种实质的突破 马上就讲了这三句话的意思 大概就这样子 另外我们看到 民意党的党内人士酿酿 这个串联青壮派的这个民代 共同抛出这个全新的两岸宣言 那么对此呢 民进党这个所谓的 中国事务部主任这个洪才龙 就表示说 时代到了 他也乐见终生代提出 这样的这个宣言 他所指的这个时代到了 你怎么解读 洪才龙这个 他原来在当教授的 他确实他比较专注的领域 是在两岸 两岸经贸事务 那他也是 民进党过去 两岸经贸事务 一个非常重要的智囊 可是我觉得洪才龙 今天的这段的谈话里面 话里面 无奈的味道 比鼓励的味道多 其实他知道 就是说这些的 青壮世代的这种的表述 他不是目前民进党 作为一个政党的 对外的主流人数 最少 苏贞汤并不是这样讲 最少类似的话 你洪才龙就不可能这样讲 那但是他又没有办法 去阻挡这样的进程 那所以洪才龙 在做这个回应的时候 他并不在附和这样的声音 他其实只是在告诉你说 这个声音其实在民进党里面 现在已经慢慢的成为一种 一种常态的声音 就这一点来讲是好的 我比较好奇的是 像这个中生代 这个新宣言 你有没有期待 它会有实质内容 还是说跟以往一样 只是喊一个口号 民进党一直都有这些 所谓的中生代 他们每次到了一个 一个政治氛围的 转折点的时候 他们就会寻求某一种 就是说更加速 世代交替的可能性 你把它当作是一种的 世代的夺权的手段 也OK 因为他们唯一能够拥有的武器 就是言论 希望就是说 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思维 能够在自己的政治市场当中 得到青睐 让自己也成为 就是说政治市场的新的主流 然后慢慢的 让老的世代能够代谢掉 这并不是第一次 他也反映的就是说 民进党的青壮世代 其实是有点青黄不接的 但是这群人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 虽然里面有一些 我的同学 或者跟我大学同一期的 这些朋友们 我老实说 我真的觉得 他们在论述的能力上面 他们最优秀的时候 就是他们念大学的时候 之后的这二三十年 就我个人来讲 我实在看不到 什么太精彩的进步 相反的 我觉得他们被 整个社会的潮流 跟形势牵引 然后走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才开始做回应的 那个味道非常非常浓 他们完全没有在大学 在年轻时候的 那种的理想根根热情 勇敢的去提出一些 比较超越性的政治见解 他们现在的政治见解 都是在循着 整个外在的时空环境的转变 万不得已的时候 才开始做一些略做修正 所以你说他们那个 叫做什么新的 新的这个两岸论述 我觉得当然我还是欢迎 最早表示一种 一种就是对传统的 民进党的这种的 僵化的意识形态 教条的修正 它是一个修正路线 没有疑问 但是它不是一个进步主张 好 谢谢相当的修论分析 我们把时间再加换到 副作品演播室 韩哲 好的 谢谢台北演播室 带来的观察和点评 各位接下来 我们要带您进入 明依奶粉下节提示 台湾出现首例 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大陆已经向台湾通报了 214H7N9禽流感 疫情信息 第五届海峡论坛 将于6月15号至21号 在福建举办 详细内容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和您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欢迎回来 我们带您继续来关注 东南卫视 海峡新感线 台湾出现了首例 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台籍管局今天证实 一名53岁的男性 在大陆江苏工作 4月9号返台三天之后发病 出现了发烧 咳嗽 流鼻水等症状 经检验24号确诊 感染H7N9禽流感 目前在 负压隔离家户病房 治疗当中 台湾出现了首例 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台籍管局也是在今天下午 紧急召开了专家会议阴影 紧急通知 临时召开记者会 因为台湾出现首例 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透过了基因定序 那么证实台湾第一例的境外移入 H7N9流感确诊的病例 记者会前还紧急找来专家讨论对策 H7N9恐怕是搭了飞机 从大陆飘扬过海 证明53岁台商 9号就自江苏返台 不过回台湾三天前已经出现症状 却直到24号下午才确诊是H7N9 成了台湾首例 目前病情严重持续隔离治疗 我们会立即掌握全部接触者 进行追踪调查及必要的处置 第二个呢 我们会开放H7N9禽流感的特别门诊 如今台湾出现首例 防疫措施也得再升级 在今天举行的国台办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 关于近期大陆方面向台湾通报 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的情况 发言人范立青表示 截至本月22号 大陆主管部门 按照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 通过协议窗口 已经是向台湾方面通报了21次疫情信息 赠送给台湾方面的病毒毒株 也已经于4月20号运抵台北 大陆方面还安排接待了台湾公共卫生专家 到北京等地来了解疫情交流防治信息 另外范立青还表示 第五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15号至21号 在福建举办将更加突出民间性 草根性广泛性 更加注重实际功效 并且将首次举办两岸公益论坛 论坛将安排大会活动 基层交流文化交流经贸交流 等四大板块28项活动 由两岸72家单位共同主办 主会场还设在福建厦门 相关活动在福建各地举办 好各位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好的各位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晚间的收看 如果您想要和我们东南卫视 所有的主持人有更多的交流 就可以登陆到我们的新浪微博 我是韩哲 明天晚间再会